對腸可以有一個XX的系統 M2 哈囉大家好我是查理 今天的影片很特別就是我找了三位 就是平常我們工作的小幫手 就是這就是小幫手1號 對 然後小幫手2號 然後這一個是我的髮型師 我是奪走他第一次的髮型師 什麼意思啊 今天的主題呢 就是要他們三位會爆料我平常私下模樣 就是平常你們在鏡頭片前或者是看到片 可能以為我是那個樣子 然後其實私底下我就是他們最清楚 因為每次我一起工作 為什麼我是奪走他第一次的髮型師 是因為我第一次跟他工作的時候 小幫手BB說 我想要幫他查理用施髮 然後BB就很凝重的看著我說 他絕對不會給你用施髮 但是那天我成功塗破他心房 幫他弄完之後 後續有好幾次他跟我說他想要那個髮型 是不是就是249號 對對對 他整個突破了 因為其他人那種施髮就是那種 西裝有的我很貼 然後就覺得我臉很大不適 其他髮型師聽到嗎 我要開始囉 好我等一下我打開我的手 你進門看一下 不完今天 不完今天 現在今天都不會再出現 好我要開始 我要爆料第一點 對 你看他要不要緊 好緊張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冷淡的人 哦對 我都還沒講後面 我覺得應該說沒有溫度 對 還是一個很平 就是你靠近他你會到北極 就比如說 比如說 哦這東西很漂亮 對 對 他就會平平的 你要說你第一次跟他工作的時候 我第一次跟他工作的時候 我就是怕爆 真的嗎 我覺得他一次啦 大家都沒有在講 就是沒有在聊天什麼 然後我自己也很緊張 因為第一次是上工 對 然後我跟查理是 好像一句話都沒有講 然後我沒有打招 我怎麼覺得 沒有 很恐怖 我上身天蠍 就是很冷 我覺得是因為我跟你不熟 所以我愛觀察 對對對 真的直接 我跟你不熟的講出來 對 你還好第一次見面 對啊 沒有 但他只是一個滿眉溫度 像他剛剛講 什麼滿眉溫度 沒有 像他剛剛在講那個什麼 他 要稱讚這個東西 他會很 像每次 我幫他弄頭髮 弄完 我都會看鏡子說 天啊很可愛耶 然後他就會冷冷說 欸 真的耶 對 他沒有 他沒有熱情 他不是一個有熱情 對 因為每次他用完的話 他就 哇 你今天好像是用外潮 我就怎麼 我覺得他冷靜 而且他會很冷靜說 欸 不要這樣說啦 這樣我會不好意思 可是他是很平淡的喔 對對 但通常這個好像是他 可以 會喜歡 因為如果不喜歡他就會說 對 對 不喜歡他會說不要 就會說 好像北韓總幹事 哈哈哈哈 又是北韓總幹事 因為我覺得我才是那個 最可以講的 冷淡隊員 為什麼 對 因為我平常都是給他用Line隊員 對 對 他是完全不會有emoji的人喔 emoji他完全不會 他那個貼圖都不會 有一次他傳了貼圖 然後我跟馬達哥就 欸 他這個星期以後 他給我一個OK 哈哈哈哈 而且我還在截圖給他說 媽 今天茶間有傳這個事情才有貼圖耶 我可以給你們看我的手機 就是我Line是沒有任何貼圖的 對 所以你根本就沒有嚇到 這只有最基本的 那是臉那種一般的 我們那個 哭臉啊 笑臉那種 最一般的emoji 他有味道 他就這樣平平一句 然後我一開始想說 嗯 好好好 想說是不是心情不好 是不是我當然就是羞嗎 不爽嗎 完全完全沒有 對 沒有 對 我已經習慣了 因為像Jonas他就是 他就最近拿到了 就是他的新的台灣居留證 他說 我明天就可以拿到永久居留了耶 然後我就說 OK 哈哈哈 天啊 好冷喔 Jonas家這段婚姻 他在當 你真是留班長 哈哈哈 總態室 第一次跟他工作的時候 然後我去他家 就是要開會 或者討論工作 然後就一打開他家 就想說 不是被小偷透過 我是只有被雨池撞到 我覺得很亂 真的很亂 就是我覺得公關品可能 就是因為也很多 他可能也來不及整理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但他是也是放任他們家的貓咪 就是到處走 然後可能踩在那個腳地地板上 就是都會有毛傷的東西 對對對 而且他也不愛洗衣服 就是他連去綠島 就是穿了一套 然後他拍過傳達以後回來 之後我們公說 他要穿同一套 對對對 我們就突然綠島的時候拍那個 然後隔天就回到台灣 跟他們見面 還是穿來 對 對 對 然後想說 不意外 難道你們真的會穿過一次就洗嗎 會了 我覺得兩次就是差不多 除非外套 外套不會 你真的穿過一次就會洗 會啊 我當然會穿三次那一件 T恤 對 可是你去綠島 對 可是你去綠島 可是你去綠島的時候 我就只有穿 就我拍完照 你就有點沒有穿 就我只有穿半天 真的 我早上跟晚上出來是不理解 我要講就是 他的個性很 很直男 很劉大哥 就是因為 我有時候工作的時候 會跟他分享我最近遇到的 人 工作 還有感情 然後他就會很冷 用很直男的方式說 那你就這樣就好啦 那你就這樣回他 這樣就好 你知道 笑一些溫暖的 對 對 那種是潘心 溫度 他沒有溫度 他都沒有那種女子的溫度 對 他每次都會說 喔他男的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說 那你怎麼還沒遇到 對 怎麼還擔心 對啊 J也很愛說 就是我很冷 對 因為J就會說 因為J他就會說 怎麼辦我最近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說 喔他也就這樣那就好啦 然後他就跟他講 然後他說我要是溫暖的 關心我不要你具體的 就是你沒有溫度 對 就好像那個男女朋友裝錯病 對 我就會給他實際的解決方法 對 他如果不要 我要的是那個 關心的感覺 對啊 你知道有時候女生就是聊天 會希望就是 有時候 希望你可以幫我罵他 或什麼 RNTD 比較好 他非常非常 直接見 對 他非常非常非常 他被嚇到 對 就是也是我就是剛來沒多久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拍攝 然後就是左上就是 因為在化妝的時候 就會用一些什麼化妝棉啊 衛生紙 就不都是我們顏色的口紅啊 對 他就可能要卸啊什麼 他就把那個髒 就用過的喔 那個化妝棉 他就這樣丟在桌上 然後呢我的任務就是 看垃圾我就趕快把它收起來 對 所以我就對 我就一看到了就去把它抓起來 然後就把它丟掉 然後就沒想到 查理拍完幾張照片走回來 然後就說 嗯 我剛剛那個被裝卸中指 然後我就說 喔我丟掉了 他就說 為什麼要丟掉 那我才用一次欸 對 超節節的 因為他用的是什麼路德 路德慶的那種超大張的 那種卸妝棉 那我想說 哇他這麼大一張可以 那我才用那些小角角 對 可以擦個五次吧 所以像現在他只要拿到那個化妝棉 我都擦 然後交回去的時候 他就說 這個我等一下還有用 對 他就會補一次 對 就不要把我丟掉 因為我想說 蛤就是才用一次 不然就是比如說 就是試色好了 然後就是要擦 然後用衛生紙擦 然後我就說 喔我會升級 然後他就會這樣 他就抽我 他抽三張 然後我心很痛 我就想說 一張就好了 怎麼講一講 是我們娘的亂費 他有一個合作 然後他要試用 然後他就會拿 那一罐試用的 來拍攝現場 然後我們通常都會 跟廠商說 可以再有一份 就是比較漂亮的 是碗碗的 對 然後他就會保留那個 然後用他試用的那個 就真的很節儉 他就完全不會浪費 所以他如果 心小心開 他就會說 你要不要開那個 你要用我自己的就好 對 今天要開乳霜 然後就要試色自己的 有乳霜 然後可能別人 就會拿衛生紙把它擦掉 對 然後我就會把他 拍拍拍拍 哪裡可以 插全人在想說 不要浪費 沒有位子插我們 做完造型 都會撐三天 他不愛洗頭 他不愛洗頭 對 就譬如說 他會把我綁到很好看的辮子 然後我就 有人就可能當天晚上 就會把他回家洗掉 我不會 我會這樣睡覺 隔天他會拍拍照一樣 隔天 隔天就拿著那個頭 然後再去拍照 而且不愛洗頭 這件事情 我有深深的受到困擾 前期次工作的時候 對 那時候還跟他沒有很熟 然後我就會私訊那個VV說 第一天幫我提醒查理 要洗頭 明天拍攝 要洗頭 然後查理有時候拍一拍 像我們有一些工作是 今天拍完 然後明天要再拍 要收工他會問我說 我今天回家可以不要洗頭嗎 我就這樣洗 他想要用頭一個打底的造型 對 可是我們就沒辦法幫他做造型 最常可以有一個禮拜沒洗頭 太噁了 然後就去髮型師看我們下去了 然後我就綁包包頭 然後9J還會說 哇 我可以從你的頭上 看到我自己的反光 哈哈哈哈 你是因為認識我 叫你流暢 你才流暢 但你之前都短髮 短髮 有什麼好不洗頭的 你回事 想到去洗頭 有 因為我都死不來 我死不愛洗頭 那一天要造型 然後我想把 又要拍照 然後我早上洗頭 殊不知 我家停水 而且重點是 大家頭髮是乾淨的 我還說你是去你們家附近的髮廊 因為我記得他們家附近有什麼小鈴脈 對 我說你室友去那邊 他說沒有啊 接下來你自己洗頭 就是因為我那天要洗頭 然後我就這樣 抽一頭髮 奇怪 怎麼水沒了 然後我家停水 然後我的頭上才有泡泡 對 然後我就用幾滴水 這樣把他泡什麼乾 然後還把頭髮吹乾 他可以這樣出門 對 然後我就這樣出門 然後結果那天我們在做造型的時候 因為還好他有跟我講 然後我就用別的造型品把它打底 不然通常我打底我會先噴水 欸那噴下去可能讓他坐下 對啊 好不好 而且我明明有看到泡泡在這邊 真的超可怕 我的職業生涯才能斷送在他手裡 他的Uber E的那個節點超誇張 因為Uber E我有訂那個 要買199才可以免運 他就應該會說 大家有人要喝嗎 有人要喝吧 有人要喝 對 就是為了要抽免運 可是那個免運 那時候我想說好 我們大家一起幫他湊 結果我後來就是 幫他叫做看他手機 但是運費到30塊 對 他還要省那個30塊 對啊你為了30塊 然後可以這樣子 大家全部一起叫營料 可是 可是我們已經訂閱了 省小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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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人就是用致富的 對 而且他是本身有一個超級老的靈魂 就是他現在是連那個理財寄帳 都用手寄的 我有那個APP 就是APP是那個每天 OGM青春花多少錢 現在存了多少錢 不是手寫的 我還打算 對 會不會還這樣打卡 我是按計算機 因為那個時候我就還喜歡 按真實的計算機 對真實 我就有這個觸感 就我不喜歡手機的計算機 你喜歡打打打那個 就有錢進來的感覺 就很爽嘛 用計算機很爽 我記得有一次要算帳還什麼的 然後我就用計算機 他說用一次就好啊 對啊 他就是這樣馬上還是好 他很認真的一個一個打 然後他就站不下去 他身為一個就是 Instagram那個 經營者 但他其實真的很不會用 他有時候發我 就是發線 那些新功能 他都會這樣充滿著疑惑 對 因為他就說有時候要幹嘛 什麼牽手長 他就說我不會用 我還打電話說 可以叫我什麼用 對然後他在視訊說 對你先按這個 對按這個 而且他不太像手機 對 你跟世界有點小脫節 對 就會消失啊 因為這邊小包吊 追其實他們出去玩 或什麼的 追其實都會不太準 查理用手機 就他在跟我講一件事的時候 我只要一分心去換手機 他就會馬上放下手機 然後我本人就是 要跟他一起工作 我就會想說 查理我們自己怎麼辦 然後就很嬌 因為有一次 有一次就是 工作的事情 然後他就晚上大概十點打給我 然後直接就大生氣 對 他就說你為什麼 已經晚上十點了 還要跟比比講電話 我會說 因為有一個工作的事情 要討論他就說 可是我們出來玩 為什麼你還要借工作 對 他會覺得他自己沒有受到尊重 然後他就嚇歪 他就想說怎麼辦 這也是不是討厭我 我覺得有時候滑手機 滑到最後會心情不好嗎 我會耶 我怎麼會三個 我是不會啊 你不會 我今天沒有那些小聊天 可是你不好的點 滑到不開始 沒有覺得說 我就會滑手 然後就想 這個人他為什麼 就有這最新的包包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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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很羨慕 他都敢買這個最新的包包 我就捨不得花他這個錢 然後下一個就說 蛤 為什麼我品牌送到這個禮物 我都沒有 不是我可以滑這個輕鬆的啊 可是我為什麼就滑到這些東西啊 然後就我唯一就是享受滑 就是有很多貓咪 對 那個可愛小的 那個可愛 要再幫我加一個茶的 萬幸萬到 然後很健忘 我超愛幸運 萬幸幸運 因為每次我們工作 就是我們三個都到 然後衣服也燙好了 然後東西都準備好 然後他就會來了 嗨我來了 然後他說 不好意思我玩到 然後下一句VB就跟他說 你有沒有帶那個 對你今天要拍攝衣服 你有沒有帶嗎 或是你有沒有帶什麼 他說 沒有耶 沒有耶 我記得我明明有把東西放進去 對 沒錯 當家 沒有我覺得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的腦子已經 健忘到不行了 然後我就還去看那一種 什麼保健食品店 對 然後就是這樣逛一圈 我說有沒有隱信 然後這個店員就說 店員就說 現在好像不能就是 只打賣隱信 可是有這個大腦的 就是幫助你記憶力的 然後我看然後好像30天要3600 要想結件 我就不想買 還很貴耶 欸可是那個是真的 但是不是真的 那些很貴嗎 但是不是 因為你真的已經操作了 你的困擾 所以隱信廠商麻煩找我 我們學校廠備常常都需要 而且你不覺得他續航力很 喔對 很容易職業倦怠 我每天都想要會休 然後去工作的時候 他就一直問我們說 好了嗎 我大概開到第二第三個小時 我就會很難回家 對然後他會一直說 好了嗎 對 然後只要一收關 好 他要去買掛包 他要馬上活力滿 對 我們拍攝影棚在那個公館那裡 然後每天都會去買掛包 好 反正總結今天呢 就是 真實呢 我就是也很冷漠 然後又職業倦 但又不愛死 又不愛死 又很髒亂 自我自我 很太遲到的人 感謝大家今天來 你們以後不會再出現啦 不然阿 常務完怎麼樣我們拍攝影棚的 真的 雖然我們剛剛抱你了 你看看下一頭大哥 聊大哥是什麼意思 現在是認識一年 大概兩年 欸我們不是超過一年 兩年啦 兩年啦 我們現在是接了兩年的 所以可能很有心得 大家敬請期待 好 拜拜